双方队员根据现场播放的小品片段进行抢答 接出下一句台词 在每轮抢答前 双方需要进行押注 答错或者抢答失败的队伍 需要接受惩罚 我们让王浩史测先来 海音海宝在旁边观战 我们今天押的是大蒜 押几半都行 如果你们有自信抢到并且答对 输的那队要把对方押的蒜头 全啃下去 羊肉串呢 哪就羊肉串啊 饺子呢 面条呢 面条是吧 总得给点什么东西吧 有面包 饼干是旧一旧 咱们组还好 一个小童本来就爱吃蒜 一个湖北人真能吃辣 还有个山东人呢 还有个山东人 大山东人 这吃蒜长大的 离不开蒜头 来了 我先给出题目的提干 做好准备 今晚考虑一下这轮压多少个蒜 这个小品由胡宗奇导演 黄红 龚翰林 林永健表演 2005年央视春晚的作品 装修 装修 八十 八十一锤 对 这大锤吗 大锤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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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开始压大蒜了 王牌家族压三瓣 三瓣算 诚哥 这个作品我们太熟了 我们欧印 欧印 完了 完了 也别太 不用吗 有点瘦心 万一呢 我们年轻人多 你太可怕了 咱先小事牛刀 是 就一会就这么点做蒜 你带给我来两个蒜面吧 开始压大蒜 六瓣小蒜 第一段视频请播放 大大嫂 我本来不想过境 只是想套一个笔厨 你套笔厨啊 我们家笔厨干做好啊 我正骚贵呢 好吗 一个大锤轮过来了 幸亏我躲得鸡 下一句 要不这俩就破了僵了 你知道吗 折 我们连口音都学出来 绝对像 是吧 抢答的意思是 先举手 先举手 先自罚一半 来来来 自罚一半 自罚一半 先自罚一半 先自罚一半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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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罚一半 行 行 太大了 这有点 这是啥 这是啥大小的 大老爷们 你这 咱们是努服书 好吧 要要要 爷们 爷们 说答案是什么 幸亏我来及时 要不我这脸就破了像了 您知道吗 答的不能算完全对 可可他答的不对 还好我躲得急啊 要不 要不 幸亏我躲得急啊 要不我这脸呢 就破了像了 你自罗吗 有没有那个自罗吗 没有 没有 不用那么长吗 我要把这演完吗 就那一句啊 那是完整的一句啊 没有知道吗 没有 你自罗吗 破了像 就破了像了 就破了像了 有 有 别告诉他 反正啊 我们不知道那个 林永坚老师有没有 如果我们自己写这个作品 那不应该有 刚才应该在这里 哈哈哈哈 后面那稍微在等着 对 我就破了像了 看一下 有没有那个自网吗 啊 好嘛 一个大推轮过来了 幸亏我躲得急啊 要不然我这个脸呢 可就破了像了 知道吗 哦 知道吗 好嘞 确实要不发生更能更想 哎 说二林老师当年演错了 是吧 对 对 吃对方的三瓣算 这样吧 通常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我们家族 应该用一个投票纸 哈哈 还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 你是真的长大了 哈哈哈哈 那以后 投票我真是觉得还可以 但是我认为因为腾哥这种资历 我觉得他一个人有一票否决权 好不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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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的老大哥跟你们扯 这个是干啥 哈哈 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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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给他给他个面包吃 快给他个面包吃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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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就是为了吃那块面包 你也不是 你也不是 他对于抢那个坏的 我们下一题了 来吧 三头啊 听一下提示 一九九二年央视春晚小品 是 遗估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赵丽荣老师的代表作之一 小品中的经典之作 准备抢答请播放视频 今天要是不跟你玩两下 你也不知道啥叫高层次 啥叫新生活 我教他你也看着 看着呢 什么叫堂克 记住了 堂克奏事 堂着走 堂着走 挺胸 收腹 把腿振起来 啪 哒 堂克奏事 堂啊 堂克走 散步一串 那么两下 两回头 堂克奏事 堂克堂克奏事 啥玩意儿 右边一回 可以抢 我记得我 他们俩好像抢杂了是吧 我俩刚才都演了一遍 就给他俩换下来 就换下来 换下来 快快快 快快 答案是 五步以下摇 六步一着手 然后你再堂个堂盖走 对 哇塞 好 这个作品就这么定了 导演 主导演说了 我提醒一下 最后还差几个字 这叫堂盖 这叫 这揍 这揍叫堂盖 揍不揍 揍 揍 堂着揍 揍 唐人 我是唐人 揍 必须揍 揍 请蔡老师 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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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没定 绝对不是 没有 揍 揍 揍 我们不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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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你们不揍 散场 现在的关键就是 有揍没揍 请拨答案 没揍 三步一串 那么两二两回头 五步一下摇 那么六步一招手 然后你再弹 他们再走 这叫堂盖 我告诉你为什么 我知道没有揍 有揍 逻辑是不对的 龚翰林老师说 这叫堂盖 你说你这揍叫堂盖 这不对 逻辑上就错误 哦 这叫堂盖 吃对方的三瓣蒜 我们这三瓣 跟这三瓣怎么 吃这边的 吃这边的 哎呦 他俩才爱吃蒜呢 你说做着多好 上来这揍是揍干啥的 五瓣吧 三瓣 五瓣吧 五瓣了 后面后面有可以加一瓣吧 四瓣 四瓣 那这边也加一瓣 行不行 来啦 下一题啊 来 请听提示 这是由黄龚与郭东霖表演的相声 先举手啊 这个作品在2000年的春晚上 播出 你应该知道啊 我差不多 到我了 哎 到你了 程程来了 那是刚刚出来 他应该知道 那是 不是 一会儿你这么说 一会儿我万一要不知道 麻烦了 来吧 请出题 这都是好天气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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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 外国就不刮风吗 你说什么 外国就不刮风 刮风 一二三 哎呀 我们这边明显快点 我不知道奇怪的事 你俩懂 你俩懂点事啊 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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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吓唬人家 哦 哦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 啊 呀 呀 你是故意唱跑调了吗 你是故意唱跑调了吗 我跑调了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 对吗 没有呀 没有呀 有没有 有啊 没有啊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 八 没有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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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的 错了 错的 啊 我都知道答案 答错了 错的 答错了 他应该是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 呀 七呀 有啊 我刚才是七呀 七呀 他没说呀 他没说 主要是没有 哦 也没有哦 对 接一下 前面才接着他上的 哦 前面也没有 有 没有 没有哦 往前倒一倒 倒一倒 答答案 你答 你干啥呀 不是 他在找这个调 对呀 你们这是耍赖 麻花的会计 给海银海宝结账 不太这样了 沈腾你再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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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白的我 咱看有没有鸭 外国就不刮 刮 刮 积极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 没说七鸭 七鸭 七鸭 对 所以他有七鸭 是吧 七鸭有 有七鸭 是有那个鸭的 四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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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看 你怎么都打走了 也不给我们留点 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